對於佩傑 其實從她剛才穿著那衣服 就是很簡單 然後一個白色 然後再配上一個 佩傑的臉是會騙人的 因為她小小的 所以很容易讓她以為說 她是瘦瘦的 小小的 所以我針對這一點 我就幫佩傑做了一個 三件式的一個打扮 通常是對這種身高 大家會認為說 這種長版外套可能不適合 或者說 你可能都會想要選擇短版的 其實把長版外套 放對比例的時候 它其實有修身的作用 所以我選擇 這是一個比較長版的外套 但我裡面是配的是一個 兩件是一個比較短的 讓它露出一點點的 從它的外套露出一點點 這個裙子的長度 增加它的比例性 為什麼要加一個外套 也就是增加分量 一般像這種小個 肩膀都很小 很小 常常就是你會發現說 很多衣服撐不起來 所以我選擇像這個 稍微比較寬一點 然後沒有扣子的地方 讓它稍微有一點活動 然後外套裡面 這是牛仔布嗎 老師 對 它是其實 它是屬於比較綿質的 不是整個牛仔 是有彈性的 綿質的 裡面我幫它配的是一個 帶有荷葉邊的一個 粉色的上衣 然後這樣的上衣 其實就不會讓 有一些這種矮個子 它上面這種比較短 我就增加它的這些荷葉邊 就是在你的袖子的部分 的分量感 讓它比較稍微寬闊一點點 不會顯著 那頭的比例跟身形 對 然後上衣我再用一個項鍊 一個比較大一點點的項鍊 你知道 小小的 你在帶那個小小袖器 更小的這些飾品 你反而就好像是 小夾子 對 很小夾子氣 可能更沒有分量感 所以我選擇稍微 中大型一點點的這個項鍊 讓它增加分量感 葉明珠 對 也是 也是 裙子採用了 有很多可能到了上的年紀 還是什麼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腹部 還有它的這兩邊的吞性 沒有腰身 這件事比較高腰 所以可以讓佩傑的比例 腰的位置看得出來 對 然後這裡前面很多的裁切片 除了中心點之外 在這裡側邊這邊 還有一個多一道的反折 它不是從後打 它是往 就是從後面往前打 所以它會有一個陰影的效果 會更有修身 好 所以我就再幫它配一雙 像這樣的鞋子 粉粉牙牙的鞋子 然後讓它的腿 你有沒有發現變比較長 有延伸感的這個作用 所以這是我幫佩傑配 當然對於佩傑這樣的身形 我有幾套也可以給大家建議 好看喔 那這一套也是我覺得 對 這一套也是我自己 覺得很好看 對 上面 是一個陰影的 很美耶 你看這個 你看它的臨口的部分 還有一個裝飾 一個抓褶 所以它會讓你 你在做辦公室的時候 或者說你在櫃台的時候 露出一個半身的時候 會讓你很挺 矮個人就可以選擇 比較小的人可以選擇 像這種閃閃的裙子 或者是像這種的裙子 這好像很修飾 對 這個對於有一些 我們前面的小腹 什麼的時候它有一些修飾 因為它多了一個層次 然後重點是很好活動 硬挺材質的散狀短裙 是有大腿肉肉困擾的 女孩的好朋友 多得肉都隱形了 看起來比例好好呢 最好 很難度 非常的 點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